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韦博士苦心研究对付攻击性装备的设计 竟然被老博士偷去 大受刺激 引致心脏病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阿飞离开之后 她的身体一直就很差 阿飞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时间过得可真快 哥哥已经离开两年了 爸爸出事 我什么也帮不上 那个老博士明明是爸爸的好朋友 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对付我们呢 我真的不明白 医生 我先生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哦 你是韦太太吧 不用担心 你丈夫的情况现在已经稳定了 心脏的问题要等化验报告出来之后才能够知道 你们稍等一会儿就可以探望韦先生了 请你们不要着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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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医生 谢谢 谢谢 不用客气 这是应该的 爸爸 你终于醒了 你觉得怎么样啊 这里是医院啊 让你们担心了 你没什么事我就放心了 老猪的事你不要太在意了 爸爸 你不用担心 安心的养病吧 阿龙 爸爸知道了 爸爸 如果你要放弃四驱车的话 那我就只好自己继续下去了 爸爸 阿龙啊 飞天战龙的研究可能要暂停一阵子 这次的B组赛呢 爸爸你放心 就算是飞天战龙没有任何特别装备 我都会全力以赴的 胜负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比赛精神 那我就放心了 不好意思 这束花是一位先生送过来的 那位先生在哪儿啊 他好像很忙 放下花就走了 是谁送来的呢 会不会是老舟啊 我要出去一会儿 这个送花来的人 一句话都没说就走了 他到底是谁呢 我听说你怎么会儿子 他在多火 我真的在多火 那是你的死 你谁呢 我都不求她 你以为你 你会儿子 我不要 你让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唐 这次的B组赛 你那两个儿子 一定可以大出风头 战无不胜了吧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他们俩的技术 但是 我担心我们的攻击性装备 不一定有百分之百 有得胜的把握 如果对手技术高的话 很难有取胜的机会 笑话 只要装上我的攻击性装备 别的四驱车注定被消灭 就像上次大捷的幻天蝎 在练习赛道的比赛中 你 两天之后 新的幻天蝎会送到你的家 让大捷好好练习一下 攻击性装备主要是利用 高压电流干扰对手 并不容易对付 对手的幻天蝎会 不容易对手的幻天蝎会 再次进行 不容易对手的幻天蝎会 进行 中之后 进行 好 看来攻击性武器并不是万能的 肯定有破绽 能通过操控技术的超越它 不过操控技术的颜色 如果我能像这些小孩子一样 无忧无虑地享受四驱车的乐趣就好了 那个可恶的李市长 居然和黑魔混在一起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应该站在哪个位置才好 真烦 追追追 能帮我们看看吗 小朋友 你们在叫我吗 有什么事吗 你们的四驱车有问题吗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哈哈先生吧 能教我四驱车提速的技术吗 这个 这个 你们的四驱车都组装得很不错啊 我的防爆铁桿一拐弯就飞车 我的组装是不是错了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辆坚毅战机的问题吧 这是个小问题 马达齿轮磨损了 你只要换上一个新的就可以了 至于这部防爆铁桿 它的基本组装也挺不错的 不过前导轮和后导轮的位置错了 你把它们对调过来应该就可以了 好了 这样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谢谢朗博先生 哈哈 李市长 你是怎么了 B祖赛都快要举行了 准备工作做好了没有啊 怎么在这儿喝咖啡呢 太孤单了吧 B祖赛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咖啡也喝完了 要是没有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慢着 上次特别会议你投赞成票 我还没有谢你呢 另外还有啊 你跟俱乐部的合约到年底就结束了 现在我正在考虑你的续约问题 你自己也好好想想吧 有话就直说吧 李市长 不要这么拐弯抹角的 别老是这么板着脸 没什么事 只不过是我对你设计的赛道有兴趣 想看看你新设计的B祖赛道 可以吗 原来李市长想要B祖赛的资料 你这只老狐狸居然想要挟我 那好吧 李市长 我马上把赛道的设计图交给你 哈哈 你果然是食物啊 明天就把你的设计图送过来吧 这个李市长肯定又想利用我 阿龙 你怎么打算呢 单凭我一个人的力量 要应付B祖赛 我有些担心 而且四驱车的技术 似乎都很难掌握 去 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 拿出你的勇气去面对吧 阿海你说 要拿出自己的勇气 阿海说 我说得对 一切的东西都在眼前 我怎么不可以自己想办法呢 飞天战龙 我们一起努力吧 我一定要努力参加这次的B祖赛 向A祖赛 俱乐部赛 全国冠军赛的目标进发 爸爸 哥哥 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阿龙 已经准备好了 好 看来速度的稳定性已初步解决 我再加速一倍 太好了 成功了 好 现在进行气流抵抗措施 先把气流调到不稳定状态 试试看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把速度再调低一点 知道了 好的 嗯 这个生了急的幻天蝎 是霍振博士给你们的 啊 哦 哦 哦 霍振博士的最新技术 都装在这辆车上 这次B祖赛的冠军四驱车 非他莫属 现在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 耶 嘿 B祖赛冠军车在手了耶 哦 小钱你干什么呀 嘿嘿嘿嘿 嘿嘿 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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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本来的幻天蝎 变成了黑天蝎呢 不管怎么样 先试车再说吧 大姐 有你来吧 哦 知道了 爸爸 大姐 先用正常的速度 走一圈看看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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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新幻天蝎的马达果然不一样 这还是以前的幻天蝎吗 哦 啊 啊 啊 走 哥哥 比赛完了之后上哪庆祝呢 你说吧 先通过了分组赛再说吧 听说这一届的B组赛 有不少高手 阿刚跟阿灵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听说他们早上要补课 但是也应该来了 那要是他们来不及 就让我上吧 不好意思 我们迟到了 阿龙呢 还没有来吗 我来了 阿龙 我刚去医院看了爸爸 所以来晚了 微博是好吗 爸爸的情况已经好多了 谢谢你啊 为老道 姐姐 你到底是来找人的 还是来为我打气的 你不要管我 反正跟你没有关系 哦 嗯 嗯 比赛就要开始了 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 有心事吗 老实说 本来我一直希望能代表爸爸的魔副队出赛 想不到今天 我却要代表飞鹰队出赛 好 嗯 我一直按着 今年的B组赛场面 仍然是热闹非凡 只是那个李市长 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路遥远看不透 想走在没尽头的轨道 看不透不放弃我的梦 就算跌倒有多痛 就算情世有多凶 站起来继续向前冲 不让岁月流失扑空 重重的障碍都是挑战 人生必然的磨练 凭信念 埋向前 会有新的发现 不懂得信念 和你肩并肩 终点一直就在面前 别再犹豫和心乱 回头走不容许 欲强敌不忍输 只要不懂要坚守信念 命运真的可以改变 一路勇往直前 终可实现心理愿